满地尼沙路面上一辆砂石车车头变形 车斗处于升起状态 旁边还有一辆怪手似乎在撑住车体 因为在这之前 当时车斗整个倾斜翻覆 事发地点就在田辽区西德路旁的私人土石厂 27号上午8点多下着大雨土石松软 驾驶疑似在准备卸载货物上升车斗时 升降杆故障重心不稳 倾斜扎重驾驶座 紧销抵达后立即将六十年次无幸驾驶送医 经过三小时救治宣告不治身亡 劳工局获报勒令现场停止作业 详细事发原因还需调查 劳局表示对于违反规定的部分会依法开罚 华视新闻林柏瑞林亭阳高雄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